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野豬仔當當 你們準備好聽故事沒有? 我準備好了,你們呢? 如果大家準備好,就和我們一起進入採本的世界吧! 今天和大家看的採本是 醜小鴨與黑小桃 採本的文字是由 羽田採本工作室創作 而採本的是黑山 讓我們一起看看這本採本吧! 醜小鴨與黑小桃 出版是羽田出版社 黑小桃吃過午飯之後 在山上換灑 沿路看到美麗的花草 還和他們打招呼 Hi! 他最喜歡在山路上滑滑梯 玩得非常愉快 突然間 他看到花草裡有一隻小鴨仔 他叫做醜小鴨 當失了路 就坐在路邊哭了 原來 另外 醜小鴨 看見家人身上 都有金黃色的羽毛 他很想和家人一樣 他試過用花粉去掩飾 又試過用膚葉裝裝自己 但也很快就脫了出來 不知不覺 就和家人失散了 黑小桃聽完之後 拍一拍胸口 就說 放心 我在這裏 不用怕 黑小桃帶著醜小鴨上路 去找回他失散了的家人 他們攀山越嶺 走過曲折的道路 黑小桃和醜小鴨 分享甜美的果神 真的好吃 醜小鴨受傷的時候 也會幫他包紮好 現在沒事的了 太陽快要下山了 突然間跳出了一隻大野狼 黑小桃和醜小鴨拼命地逃跑 走呀快點走呀 在大野狼 快要追到他們的時候 嘩 黑小桃一腳就踢開了大野狼 保護了醜小鴨 但是 他就被野狼抓傷了 你見不見到黑小桃受了傷呀 不過 黑小桃一點都不怕 反而覺得很刺激 黑小桃就說 放心啦 我在這裏不用怕 到了晚上 四周非常之靈靜 醜小鴨 看著又大又圓的月光 開始想起他的家人 很掛念他們呀 第二天 他們繼續上路了 穿過叢林 認識了新的朋友 小朋友 你見不見到有哪些新朋友呀 他們睡在柔軟的草地上休息 傳來震震花朵的方向 好香呀 醜小鴨看著藍天 真是好掛念 好掛念家人呀 如果能夠飛上天 就可以看到家人的方向呀 就在那時候 醜小鴨的羽毛 開始 一條一條地掉 就是因為思念 令醜小鴨 頭頂上的羽毛 漸漸地變霸 而且還生出了很多新的羽毛呀 他不斷地拍打翅膀 終於 他起飛啦 看到家人在哪裡啦 醜小鴨和家人重聚啦 他們都非常之興奮 醜小鴨說出自己走室的原因之後 媽媽就說啦 無論你是醜小鴨還是天鵝 你都是我最愛的孩子呀 醜小鴨向家人介紹他的朋友 全靠有黑小兔 他才可以安全回到家裡 其他的小鴨就問啦 黑小兔 黑小兔 那你的家人呢 就在這個時候 黑小兔才發現 他離開家裡已經很遠啦 於是 今次就對醜小鴨送他的好朋友回家了 黑小兔問 回家裡的路是否很遠呢 我們會不會再次見到大野狼呢 醜小鴨就說啦 放心啦 我在這裡 不用怕 這個就是醜小鴨和黑小兔的故事啦 如果你們喜歡 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